我觉得太厉害了 真的是 那以往 你身边不会有这种人 即便有这种人 他也不太可能会跟你太好 因为他一般都算是很高阶人员 所以他怎么可能愿意花时间帮你返回 那你看都不想看 继续搞定 但是AI的话 真是太好了 所以以后我觉得学程式 应该是可以越来越快乐 到目前为止你们应该有痛苦的指数 不过以前我教这个 教到这里很多同学的痛苦指数 已经都看得到了 就是表情已经不是很愉快 所以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尽量交太慢 或者交太少 但是又会变成说 我好像进度又赶不上 现在变成我们可以加快 而且你们也不会觉得痛苦 OK 就请各位试试看 将来如果有bug的话 请你实行的做法 我刚刚是把IMT拿掉 那你也可以把其他拿掉 你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是比较常犯的错误 执行一下 当然它会出现错误 你就直接 当然我是建议 你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这个python的除错 它会给你什么讯息 跟charge p2两者比较一下 你就会发现差距实在太大 所以我在想说 未来的这个编辑器 它应该会直接怎么样 把charge p2内建 那这个编辑器的话 应该会直接就卖翻了 OK 所以以后写 可是你知道吗 微软已经在做一样的事了 就是Visual Studio 在下一个版本 因为Visual Studio是微软的 那OpenAI它也是大股东 所以它就直接怎么样 对 像以Sale有没有 也有外过人 直接把charge p2直接内建 以后你不用问以Sale说 要用什么函数 直接在旁边打 打完就直接产生了 已经有了 有外挂了 但问题那个可能要新的版本 对 它应该商业行为 它要赚钱 它不可能说 旧的版本也给你的 那它以后你就不会upway新版本 所以 它一定要有一个卖点 直接的 Excel不用了 你不用学Excel的 不用学函数的 它直接就是 你打个问题 你要干嘛 它就是要帮你把报表做好 对 不然以前很多人 刚要产生报表 就要先把Excel 学到某一个 Label 不然的话 它做不出报表 而且即便 因为学很久的Excel 它还是没有办法做出来 OK 所以这个的话 我是觉得AI应该会颠覆 这个传统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其他也许可以改动一下 就是其他的语法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常出错 像这个程式最常出错的 除了转型之外 第二个第二名的出错 就是缩排 像以前我们缩排 写程式不用缩排没关系 这个缩排 它其实这边是按个TAB键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缩排 或者是说之前还遇过什么 它那个TAB跟四个空白长很像 有的就用四个空白 可是好像 它有的时候会错 有的时候会对 不过你比如你这边假设 你故意把那个缩排拿掉 然后试试看好了 它也会帮你把那个 不过这边已经会出现了 但这边出错是说 它会给你有时候缩排错误的讯息 你也可以把这个缩排错误贴过去 请它帮你修正看看 它也会找出来 这个我是觉得 它还蛮厉害的 它实际上有点像是直接帮你把这个程式 拿去它的编译器里面编译一下 然后找出错误帮你修正 OK 那另外的话我是觉得 除了可以帮你debug之外 还可以帮你解释程式 比如说你哪一个部分不懂 比如说像这边为什么需要加int 如果不懂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贴给它 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边要需要加int 有没有 它会跟你讲为什么 OK 所以目前来看 这个ChartyV最大的贡献 总结下来有三点 第一点 帮你深层 一般深层是 教育部喜欢用的深层式AI 这种 其实白话意思就是帮你写程式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帮你debug 第三个帮你解释程式 就是如果你不会的你可以帮你解释 OK 我自己再加第四个 就是可以帮你 叫做转意程式 比如说你说 我想要把这个改成VBA 对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因为你不会V 假设你不会 OK 如果你会也不管 你就把这一段Ctrl-C 那接下来做什么 Ctrl-V就好了 OK 应该现在 所以会AI的人Ctrl-C Ctrl-V都很厉害 OK Ctrl-V 你就是 请帮我 这样子 这一段 然后什么事没做 请帮我改成VBA 执行 当然可以 他会跟你讲说 好 那结果一样复制 不过剩下来就是你要会 怎么去执行 那个 我刚才这边有没有Excel 没有Excel 那没有 可能要转成GAS 这边好像 如果有的话 你就直接贴到VBA 好 应该没问题 这一台好像 有 这边有 这边是Excel 2007 不过一样 那这边的话 要把那个什么 开发人员叫出来 这边的开 不过你们版本不一样 你们开发人员应该是 在上面一个箭头 找到其他命令 有个制定功能区 我这个版本是在常用 有一个叫 把开发人员标签打勾 你们的版本应该是在 一样的地方 可是就是什么 制定功能区 有个什么 反正你就找开发人员标签打勾就可以了 找一下 找一下 然后按确定之后 开发人员标签打勾 开发人员标签打勾 开发人员标签 开发人员标签打勾 这个Visual Basic 左边这一块 有没有 装按视窗这一块 按右键 右键之后有个插入模组 这个可能会比较需要 记一下 其他应该都OK 就是在这个区块 把它插入一个模组 把程式贴在那个模组 它也像模组 所以它的概念跟那个Python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模组 OK 你就把程式贴上 Round的方式跟Python一样 上面有个执行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按右键 这边按右键插入模组 然后把程式贴上 有没有刚刚那个Challity产生 那怎么Round 这可以放大一下 上面不是有个执行 执行一下 请输入年龄 一样15岁 在这边的话 按个确定 或按Enter 你未成年 对 如果再执行的话 再弄一下 20岁 按个Enter 或确定也可以 你已成年 有没有 所以 假如你不会VPA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也就是说 后面我们交了所有的Python程式 你通通可以转换成VBA的 OK 所以这个我想请各位 再多学一个新的 OK 等于是说以后 你就不用去特别 学一个VBA了 但如果你彻底学是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只是说如果你假装要旧齐 要能够把原来你写的Python程式 转成直接在VBA里面run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怎么样 请那个什么 请Python帮你翻译一下 所以我刚刚其实只是 请帮我改成VBA 马上就翻译了 有没有 然后贴过去就好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一下子讲了 马上中午 所以刚刚的话 基本上就是除错 有没有 然后呢 帮我转成VBA 你说老师要转成Java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就把它改成Java 就好了 只是说你要有个Java的环境状 就可以了 OK 好